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 这是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李雪芹 2012年8月22日接受这个党的喉舌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说的 事实证明这是49年之后 中国当局无量谎言中难得的一句非谎言 常识 非常识 北明非常识 本台2019年开播人文栏目 北明非常识 北明非常识消解末法社会反人性常识 彰显中西文明主流正脉 请翻墙搜索关键词 北明非常识 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 史皇帝 毛主的习 习近平的权力录 这次我们谈谈习近平登记后最大的政绩 也是败记之一 反腐败 自习近平登上中共权力顶级发动反腐败运动 截至今年7月 已经有近280万地方到中央各级中共官员遭到整肃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 据中共中央纪委会公布的统计数据 习近平上台的头五年 2013年到2017年之间 从中央到地方超过135万官员被销关 其中基层官员有134.3万人 这134.3万人当中有农村党员干部64万人 而在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的31个省市当中 遭到整肃的处级官员接近万名 接下来2018年 新华网报道 遭到中共纪检机关处分的官员有62.1万人 其中包括51名省部级及以上的干部 到2019年 新华网报道 遭到处分的官员有58.7万人 其中包括41名省部级干部 2020年上半年 虽然举国新冠疫情弥漫 半个中国水灾磨顶 经济停顿 闭关锁国 行政管理几乎停摆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依然有24万中共干部 遭全国纪检机关查处 其中包括13名省部级干部 根据这个进度 和年平均整肃的数量 到今年 也就是2020年底 将至少会再有20万官员落马 使得倒在习近平手下的官员总数 将超过300万 如此的整治力度和规模 在中共党史上开了先河 其整治的心术 公开建之于报端 令人闻之悚然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 2020年7月2日发文 使用的语言 几近恐吓 把一体推进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 使广大党员 干部因敬畏而不敢 因制度而不能 因觉悟而不想 持续推进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事件 这三个排比具中 最有威慑力的是第一个 因敬畏而不敢 不敢就是不敢腐败 那么敬畏什么呢 没说 中国是个唯物主义无神论国家 肯定无缘敬畏鬼神 中国自五四道文革 自我阉割文化传统经年 也不会敬畏儒家孔子 中国废弃了 掌持行宪章典 以速朝政的 御史监察传统 那些减除豪赌 而振刚记的史官 已成前尘影视 敬畏无门 中国一至七十多年来 尚未出现现代独立的 法治机制 法律因此毫无尊严 可供敬畏 那么剩下的 可以敬畏 也必须敬畏的 就只有独裁淫威 强权抑制 滥法酷刑 威逼利诱 彼此出卖 诱饵钓鱼 身败名裂 九族诛脸 这句话其实说者有益 听者有心 妙就妙在 言而不明 彼此心照不宣 这是一把 不必说明 而隐形存在的 达摩克利斯剑 高悬于众官员头上 针对腐败 可受恐吓之功 至于后两句 因制度而不能腐败 因觉悟而不相腐败 在中国政治文明 司法独立之前 基本上是 自娱自乐的空谈 八年反腐 近三百万官员 录绝官场 可比八年抗战 三百万国军将士 战死疆域 可八年国军的抗战 蝶穴沙场 迎来了侵略军 缴械投降 炮火硝烟散去 民族国家独立 八年中共反腐 成一戒百 四英 示唤劫伏 改行自新 收国家清廉之效 结果如何呢 除了作为政绩来统计 并一再公布的被整肃的官员的数量 官阶和级别 关于清廉或腐败的程度 例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 各人财产的情况 社会财富被权力阶层所占有的比重等情况 均未见公布 四海内外 帝国南北 呼声是持续不断 依然不见类似的数据出笼 能够凭据的 只有国际社会的相关资讯及其结论 我们看2018年 习近平请力整肃腐败第六年 国际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 公布当年全球国家清廉指数 这个指数的排名显示 中国清廉程度比之从前 无任何好转 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恶劣 这一年 中国清廉排名 从上一年的第77位 下降到第87位 我们比较一下 中国的近邻和远邦 香港这一年就是2018年 清廉的程度排位第14名 日本排位第18名 台湾排位第26名 美国25名 均高于中国 2018年国际透明清廉指数 在对亚洲国家的评估中指出 中国和越南变得更加腐败 往早年看 2013年 习近平2012年末 在中共十八大 发动党内反腐败 攻势的一年之后 中国腐败的程度 没有改善 反而越加严重 清廉指数 下降了四分 总体而言 习近平反腐八年 中国清廉程度 得分始终徘徊在39到41分之间 而排名一直在80名上下 几乎没有变化 须知 早在习近平上在边缘地区省份的 福州市任职的1993年 中共就发动了反腐败运动 称作轰轰烈烈的特殊战斗 这个战斗特殊了20年之后 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学勤 总结反腐败的成绩 说 腐败和反腐败 当前正处于相持阶段 他分析并预言说 我国的腐败问题 正处于从有所遏制 向全面遏制转变的重要阶段 从一发多发期 向稳定可控期 转变的关键阶段 他的这番话说的时间是 2012年的8月 习近平登基前三个月 恰好 为早已内定为王储的习近平上台后 惩治腐败的辉煌功绩做铺衬 结果没铺衬好 八年过去 腐败和反腐败两兄弟 依然是手拉手肩并肩 相持不下 再别说 另有专家指出 由于中国言论管制和相关信息的 严重黑幕化 国际清廉指数 不足以说明中国清廉或腐败的真实情况 所以 所谓相持 不过是无效的代名词罢了 中国自1993年8月 展开反腐败斗争 至今28年 强调反腐败的中共中央全会 从14大开到15大16大 开过17大18大 一直开到19大 历任的国家主席 从江泽民换成胡锦涛 再换到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 从李鹏到朱镕基 到温家宝 再到李克强 无论中共全会开过多少大 无论谁上台 谁治理 无论怎样咬牙切齿 如何折腾 人们只见官员四处落马 不见腐败 丝毫减弱 再愚蠢的人 也能正确地提出 下面这个问题 为什么反腐无效 反腐无效 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早有答案 答案并不深奥 也不神秘 乃是文明世界人类 所共知的常识 那就是中国的腐败 是制度性腐败 是结构性腐败 一党独大 独砖 独行 立法 司法 附属于权力 党国自己制定法律 自己颁布法律 自己执行法律 自己解释法律 还经常要根据自己的需要 自己修订法律 法律 包括法规 是党国的奴仆 使用随心所欲 更替 没有规律 处职 变换无常 说到中国司法变换无常的现象 前不久 针对中国大陆文化界出版界人士 耿肖南 以涉嫌非法经营为由 被拘捕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 中国法律专家 对外关系委员会 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 孔杰荣 2020年9月15日 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章 针对中国刑法法规 从拘捕 关押到审判判决等一系列程序中 各个具体环节 及其相互之间的模糊性 良行尺度的不确定性 执行的随意性等等 一口气 提出了22个疑问 指出 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持续镇压情况下 我们依然不知北京如何给受害者定罪 何时定罪和拘留的类型 中国老百姓形容那些琢磨不定的事物是 王八的脉摸不着 孔杰荣教授此文 提如奇问 叫做《中国的罪与法》变幻莫测 其中的22个问题是文章的主旨 构成文章的主体 占取文章大半篇幅 这位知名的中国法学专家 针对一个个案产生诸多疑问 正是中国司法在政治专权环境中下架权力 丧失监督功能这一事实 在国际法学界引发的必然反应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 北宁非常实 下次这个节目 习近平的权力录 我们检视习近平治下 中国官员腐败 有普遍化 走向道德化的当代器官 探查习近平反腐败的方式和目的 并根据中国官员的相关数据 提供一个简单 有效的反腐败的方式 我是北宁 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